- 大家我是Paul 主要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们知道台湾是募兵制 不对 真兵制 那美国才是募兵制 也就是说在台湾 服兵役是一个公民的义务 我们叫它obligation obligation 这是一个civil obligation it's a duty duty这个字也可以是义务 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conscription 所以我们台湾是真兵的 必须当兵的 conscription 那美国则是用recruit的方式 就像去招募人才一样 公司招募人才般的去 就招募人来当兵 那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找不太到人 因为就是新世代 Gen Z 不太爱国 无物啊 所以看一下这标题 他说的就是military 就是这个军队 faces recru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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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to 就多亏了 unpatriotic Gen Z obesity therapy ban 其实总共这三个 所以第一个 unpatriotic 这个字就是不爱国 所以我们先认识的字是 patriotic patriot patriot就是爱国的人 OK爱国的人 像我们说有个飞弹 叫爱国者飞弹 也就是这个字 patriot missiles 或者一些missiles 我都还记得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做过一个报告 结果我把这个字念错了 那个时候的英文 没有现在的好 现在也不能说 现在多厉害了 但是至少比高中的时候好 那老师还真的 就在我报告完 纠正了一下 然后他就当作的面说 因为你这个字没念对 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我必须要扣你一点分数 就在全班面前纠正我的发音 你看记到现在 也不是说这是自己愁 可是至少就是 我曾经犯过的错 被老师纠正 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教书 我自己都会觉得 我有时候对学生的一些 评语什么的 不要太直接 也不要太harsh 因为说不定就会留下 很久远的印象 也不一定 所以说 所以这个字我就没有再忘记过了 Patriot 那他的其他一些变化型 我们都要稍微学一下下 发音也不太一样 形容词变成Patriotic 所以他重音不太相同 Patriot Patriotic Patriotic 再变成名词 爱国主义 Patriotism Patriotism 那不爱国就是 Unpatriotic OK Unpatriotic在这边 所以Gen Z Unpatriotic 不爱国 还有他们的肥胖 Obesity 还有Therapy的Ban 什么是Therapy Ban 这我倒是看标题没看懂 所以我们往下看才看懂 所以我们这里稍微读一下给大家听 Much of the military 他这边讲Military事实上是全部的统称 所以只要是你的军队就是Military 包括陆海空三军 那如果要讲陆军的话就是Army 我们这边顺便补充一下下好了 OK 所以这里有一个Military是总称 是不是宪兵就叫Military Police啊 好像是 好anyway Army是陆军 海军是Navy 空军是Air Force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单位或什么的 我们叫他像是Seal Navy SEAL就是海报队什么什么这些 好anyway 所以他说Much of the military will fall short of recruitment goals by as much as 25% this year 的今年 Fall short of是一个蛮常见的动词片语 总之就是短缺了 它是一个动词片语 所以The military will fall short of something 就是后面那个something它是短缺到的 so they will fall short of recruitment goals 所以他们的募兵的这个目标 那fall short多少呢 那这个介细词就是by 如果fall short of their goal by多少多少 所以by as much as 25% 多达25% 好所以造成原因是什么 Cost by a combination of A B C and D之类的 所以a combination of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总和 所以后面几个因素的总和 所以被这些因素的总和所造成的 So caused by a combination of obesity 可以肥胖 然后这个falling patriotism 刚才看过 就是越来越低的爱国清超这样子 以及呢 by restriction on recruits having had therapy 这我们要讲一下文法 那看这个解释是看懂了 so by restriction on recruits having had therapy 这里的recruits 就是木来的这些阿兵哥们 或者阿兵姐们 那所以他有一个限定 就是restriction 限定了这些军人们 他们有过therapy 所以大概可以理解的意思就是 要是你曾经有过就医的历史 我相信他讲的 这里这个就医 你特别在说的应该是精神上的 要是你身体上有一些 说不定经过therapy 是可以治好的 可是精神上可能 因为我们了解这种 呃身心方面的病 其实是没有完全治好的 那他多半都是recurring的 所以要是你曾经有过 这种therapy的话 那对不起 他军队就不收了 我想大概理解是这样 呃这里为什么有一个 having had 所以这里是可以用 关带的结构来去理解他一下 我这里写了一下一下 所以要是你这个recruit 曾经去看过医生 救过医的话 so recruits who have had therapy 这里希望是可以看得懂的 这个完成式是 have加上had 所以也就是他去看过医生 而且是用现在完成式来说 所以他人生从某个 过去的时间点 一直累积到今天 他是看过医生的 有就医记录的 so I have had therapy sessions with my therapist you know for half a year之类的 ok so three times a week 或什么这些 所以 I have had this for a long time 所以我们用现在完成式来说 所以recruits who have had therapy 这是 有关带的结构 那我们也知道 关带的结构 如果说关带加 B1动词 是可以把它省掉的 所以这里 你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里的have had 你可以把它变成 进行式 把它丢进去 所以变成了 who are having had 这是完全奇怪的一个结构 我只是为了要讲解文法 把它展开成这个样子 ok 那在文法上是说得通的 如果说这个你看起来 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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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舒服的话 我们换一个例子 要是你如果说 你这个recruit 曾经发生过车祸好了 ok so recruits who have suffered ok accidents 曾经人生发生过意外 好不好 so recruits who have suffered accidents 所以把它改成这样 那如果说 我们要把它改成 一个 关带的 可以省略的结构的话 你就要把它关带 跟B1动词 合在一起 可是你说现在没有B1动词 我们把它加进去 所以我们把这个have suffered 变成一个完成进行式 所以这里就可以变成 who are having suffered accidents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who跟r 合在一起 省掉 就变成了recruits having suffered accidents 那这楼上楼下 它的概念上 事实上就是差不多的 ok 所以这里也可以变成 recruits who are having had therapy 读起来非常的奇怪 可是如果你把who are 省掉了的话 就变成了recruits having had therapy 我不太具体这样讲解 大家能听得懂 多少 但反正这是我现在 目前尽力的状态 说真的 就是我现在比较 我现在并没有完全的 回到职场去教书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还在process 一些事情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 我录影片讲东西 讲的好像没有以前利落 但可是又不想把影片停下来 就还是继续硬着头皮做下去 所以那 阿做的也很随性 大家开心看 不用心学习 也没有关系 所以就算了吧 好anyway 我们大概多看一下 再看几个片语 其中一个字叫做Ranks 这可以 so the marine corps 我记得前几个礼拜 我曾经把这东西讲错过 后来我们改正 好像在留言区的地方 有没有改一下 不然确定 就这个海军陆战队 这marine corps 那我那时候讲说 P不发音没错 可是他应该要加S 在我那时候的影片 我好像少加了S就是了 所以他事实上是 看起来是负数的 可是他的P跟S都不发音 所以海军陆战队 叫做marine corps 不是marine corps 不是的 OK so the marine corps is on track to fill its ranks this year 所以海军陆战队 能增到他们的这个 该增的人数 所以fill its ranks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rank有阶级之类的意思 所以总是他能够把他的这个 低阶的部分都填满了 所以我们有个词叫做rank and file 这是也很常看到的一个字 那他的意思就是 那种初阶的 比较入门级的人员 这样子 rank and file 或者我们讲说front line的 工作人员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好然后再多看一个字 叫做enlist 那你去参加的军队 你就可以说 you enlist in the army you enlist in the military enlist list是清单你知道 所以让把你的名字 放在这个单子里 好 you enlist 那你就成为一个enlistee 就像tutor是家教老师 t就是家教学生 就加个一一结尾 employer employee也是很常见的 一个是雇主 一个是雇员 所以enlistee就是去从军的人 这样子 好所以enlist是动词 然后呢 他们会被派去 像例如说 你在台湾成功临 受训完之后 就下放到军队 对不对 所以在 在英文就美国里面 也是这样子 或者其他国家 只要讲英文的 你只要用 就英文用讲到 这个下放到哪里去 的时候用个词 都是deploy 派遣去哪里 这样 所以要deploy到 阿富汗去 deploy到伊拉克去之类的 所以这边有看到几个字 叫做deployment OK deploy 怎么好像没有看到 yes OK 所以他说 有一个是谁 目前deploy到了 一个什么地方去 那他说 他这个年纪的 很多年轻人 就五感 对于从军五感 就apathetic 这边有一个字 他说 many in his generation are too apathetic to enlist apathetic 就是比较没有共感 apathetic 莫不关心的概念 所以这个词的名词 叫apathy OK 所以下面也有出现 apathy这个字 OK 有没有啊 应该有 记得有看到过 yes there we go OK 所以there's a lot of apathy we're so divided right now 什么divided 就这个国家 那美国你知道 就 就蓝红这两个 共和党跟民主党 他们之间的 政治上的角力 跟精彩 每次选举 整个国家就分裂成两半 so America is very divided 他们通常是这样讲的 好 所以这是美国的问题 那你说我们台湾 有没有真兵的问题呢 真兵没有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少指化 反正你是年龄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的男生 你就得来当兵 这跑不掉 所以我们 我们真兵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时间不长 而且好像不是 这个民进党不是说 要把那个 重军时间拉长 还是把大学第四年 变成是军队训练 还是什么鬼的 我也忘记了 好 但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少指化 我们的阿兵哥会不够 好 这个扯远了 但anyway 我们到这里就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